过去城市台北商业中心的大稻城 是当时知识分子谈论时事的地方 现在它化为台湾新文化运动纪念馆 在1998年成为台北市市定谷基 2013年开始进行修复 台湾新文化运动纪念馆 重现大稻城的绝代历史风华 追忆当年大无畏的新文化先决 处积极收藏与展览新文化运动的史料外 并持续对大稻城相关的珍贵文化资产 进行各种准和与活化的工作 但是有没有真正的运动的性质呢 这是可以有好运过间的 因为很多的资料显示 台湾美术运动事实上是一个 比较属于客观写实的描绘 也就是说不带批判性的一种客观描绘 必方色传 日本殖民台湾时期的美术发展 在台湾美术发展是一个重要的基础 当然青年时期留下来的这些书房 也成为台湾美术常有当中的一个重要的部分 但是呢日本台湾时期这个新文化运动底下 所开展出来对台湾风景地方色彩的描绘 对于当时候台湾印象的描绘 跟台湾不同事实上是一个很重要的影响 也就是说台湾在战后美术教育呢 事实上也是延续着这一路叫做 学院派的印象评议 客观的描绘继续的持续下去 台湾美术现代金为什么之所以说 是从日本殖民时期开始的原因 它是一个延续性的部分 在当时知识分子 藉由其作品阐述想法 而杂志也成为孕育民主自由的温床 也在很多地方也留下他们的身影 大稻城是台湾现代化思潮的主要发源地 大稻城的人人知识 展现开阔的世界观与新文化的深厚素养 追寻前人为了民主自由所做的努力 品味当代的新文学 聆听当代的新歌谣 重塑当代的历史氛围 公民记者创书琴台北报道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不吝点赞 订阅 inc?